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回到電影有讀第342集 第3節 剛才說完阿四哥 接著不如說說波浩姐 當然啦 如果你說說林水先 以下半聲 當然不會啦 阿雪哥都害怕 他說我開車 我開車 真的從小看到大 波浩姐 由他小時候演戲看到他 由他小時候演戲看到他大 資料也有說這部戲 阿齊提班 是他們的 一甲子之前的合作戲 這個是馮寶寶 一甲子之前那套就是1960年那套年你知 剛才我們 是否真的 根據資料 根據資料就是這樣 是 第一套看的紅寶寶是他做夜光杯 我也是 那時候下午 無線 常常都有重播那些 與長片那些 播過很多次 深夜看的 我喜歡夜光杯 爸爸那個是誰 馮豐 張英 應該是麥炳寧 麥炳寧 我忘了是哪一部 因為有很多的戲 有一個早前 是金羅拜相 那一部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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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有很厲害的神 黃寶寶 小白龍 小白龍 黃寶寶他去到 就算現在這一部戲 你都會看到他 浪態敵街 是 而且我們看他有很多個階段 都有很多個經典的作品出來 對上那部有一個 馮豐寶的最有印象的戲 我那部就是 《不一樣的媽媽》 他做一個令到 真是害怕的 令到你會恐懼的 一個媽媽的形象 這部我那是他一個 香港都少有的一個 講媽媽的恐怖電影 然後馮豐寶寶做 他告訴你 馮豐寶寶有一個最厲害的 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很認為 如果這部戲 那個叫做 《殺出的黃昏》 那個年輕的那段 其實寶寶姐自己叫做 奧特 你看他最想起那段 我有一些傷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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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不一樣的媽媽》 就是他 基本上我都覺得 是唯一一部 他做一個很有深度的 媽媽的 那種叫做 立體變形的形象 少有的 我想我覺得 都沒那麼強 是 他那個是等同於一個 媽媽版的 那些叫什麼 媽媽版的 那套 嚇到大家飛起的 那套 七個半星期六 九個半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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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 那個女人 你覺得她漂亮 她之後會變你 那個不是 九個半星期六是鹹片 什麼 那個是 《魏城十日》 什麼魏什麼十日 還有 你說你大不了 你炒回去 好像越過龍 總之 你會看到 他做一個媽媽的世界 一個叫媽媽的恐怖的那個形象 我覺得他創得很強 很有形狀性 而且他做得出來 至於他做小孩 突然變回年輕 我覺得現在他的狀態 因為他給你看一個 狀態 都可以 很漂亮 對 他講回那時候 那時候 他去果欄 動人 那時候 他自己做都可以 不過可能 他要關照於 要照顧阿正 和樓雪的那種感受 不行 就找他替身 寶寶姐的印象很深刻 至於你們 又是怎樣看的 還有 黑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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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有辦法扮回小 有啊 扮著馬面 有很多造型 是 那個就是黃韻詩的那個評語 是全世界的評語來的 你怎麼真的變回一條小孩 那個評語呢 大家都覺得笑的 是會那場戲 因為他講的話都是說 他這個是婆婆而已 你怎麼變回十幾二十歲的婆婆來的呢 就是他那個造型 還有他那個聲線 那些造手全部都是回那個年齡 所以很深刻印象這套戲 當然這套戲有個好笑 黑梅桂對黑梅桂 我就會是身不了情 我都對街戀配角 其實他講是廟街街頭賣唱的 那現在這一套就講他已經是 已經有眼淘汰了 就是跟他那個角色是有點連貫性的 還有他也有唱在裡面有唱歌 唱歌是甚麼 黎明在亡 其實我覺得他是反映 Bubo姐他那個心態 那個心勞力情 因為其實黎明在亡講 就是很慘 還有他有些 就是人生很多失意的東西 就是他那個時候唱是很適合他 就是在心不了情裡面 亦都很反映Bubo姐 他真是他的人生歷程 就是有些曾經出現這樣的事 那一篇其實都是對他的角色 是一個 然後加入一個叫選機 選到這個局 選到這個演出 其實我想這個殺出黎明 殺出黃昏這個導演 其實都有參考過那時候的角色 如何將他更加深化 或者更加延續這個角色 好 那其他主持人怎麼看 我記得的 蓬姆典的戲 就是一劍鎮神舟 哇 開到電視那裡 因為我小時候第一次看 是反串 反串的很難得 那時候沒有這個意識 很帥啊 那時候沒有意識 他算是香港的LGTV 界的最好代表性人物 男友可以女是可以的 他之後就是林青霞 其實差不多 因為林青霞當時做了假寶玉 是呀 是呀 林青霞當然是 我插回我剛才想說的那部戲 那部戲是 就是葉原 那部就是很多男人很害怕的 哎呀 我們早前才說過這部戲 是呀 很害怕的 Mircle Douglas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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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一樣的媽媽 那種 角色的那種形象的轉變 就有這種味道 是呀 的而且我覺得這次 他這個 這個角色 他既是一個殺手的經理人 你剛才說的一個例子 我覺得他就是很代入天使的那個 李佳欣林 我都乖你 是金色頭髮 是呀 但我嫌他這部戲裡面 其實他跟他兒子那邊 交代得不太清楚 嗯 我覺得是 李燦森和那個女生叫什麼 賈曉臣 賈曉臣 做得好的 他們兩個不棄不多 但是做得好 賈曉臣做一個那些港媽 是做得非常之一平有格的 但那個一個 口音不太好 的港媽人 這樣對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人 我很多朋友都是 他一向都是 是這樣 很嚴重的 這些才更加 這些才更加港媽 有很多是這樣的人 是 後面他突然間可以住老人院 那一部分是你很交代得得不清楚 因為其實他整個家經濟的收入來源 其實都是靠逢曉臣 是呀 為什麼突然間 要賣了一間店 是呀 這個是 你沒有 又不是他沒有生意 他一開始已經 你知道大家很喜歡跳舞 正理平 那又會是變了一個 我不知為什麼突然間要進去這個地方 你說他要換地方住 要跟下網 我都完全明白 但是 是不是去到這樣的地方 賣泡的階段 我覺得這個是 他 這個部份 我看到他那裡很令人 因為 這部戲其實只有八十多分鐘 是啊 所以八十多分鐘 其實他還有大把時間 可以交代這段 就是說 你說如果你這部戲百二分鐘 我明白你剪掉了 但是 八十多分鐘 你應該不應該有這段事情的交代 我覺得這個是個遺憾 我覺得看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我看不明白 這個詞 如果你見到導演 問導演 為什麼 我覺得他故意的 就是 畢業多騰 有些 有些 不開心的事情 畢業多騰 所以他看的時候 覺得合同好處 他點了出來之後 說 你知道我講什麼 不用說了 我就說回這三個角色 就是那樣的事情 好像Bobo姐 她也都這樣說給她 我有個這樣的家庭 其實都算什麼 是這些錢的問題 嗯 嗯 去到這個那裡 你既然這個叫港媽 新派港媽 是這樣的 去到那些事情 不要搞到家庭很快 很多這些人 他有一場交代了我的 即是電法那場 師傅問 藥水是怎樣 很膩 他不是說藥水膩 而是說心的膩 這個我明白 其實他的過程裡面 應該有多一兩象器 交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 其實大家都看到 可以做一個判斷 你會看到 我們可能對付你 有個 喜歡 覺得這些叫劉伯 怎麼對你意會就行了 劉伯 我想你喜不喜歡 看那些 廣漫師 即是漫畫 廣漫有 有個角色 我覺得 我覺得他可能 也有放進去 即是有一個漫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成名寶登 牛仔 不是 好 那個味道 如果你把它配上去 即是甜蠟秋 裡面的那裡 一拍 蓬寶寶的這個菜鳳 是有樣東西出來的 有沒有 知不知道 不知道 筆筆禪 你們有沒有看過 沒有 筆筆禪 是不是 麥麥裡面的 對 我知道 對 對 退休的神雕俠俠 對 對 他們還要模樣 黑木櫃 對 但是衣服不適合 叫做筆筆禪 對 你看那句 妙妙 這些就是香港的人情味 對 你不知道 不要緊 他可能 不想 阿嘉棟他們 不想錢老賣老 說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你要意味出來 因為 筆筆禪 筆禪 就是和唱歌有關的 指指聲 他就把這件事 我覺得他把田俠俠和這個 那種關係 已經 等於這個田俠俠 雖然不是我老公 不過都是一個老婆糖 即是很殺手的 他們的那個 這個筆禪的團體裡面 那裡 他們兩個 是不會凹凹的 這種的筆筆禪 世界 後來他就搬在一起 沒有屋 要是住兩屋 要是過來這裡 那種筆筆禪 你有沒有看過筆筆禪 要看的 這個我覺得有點曖昧 就是 李燦森是否謝賢的兒子 我會這樣想 哦 因為他沒有提過他爸爸是誰 突然有兒子出現 但是 之前他們這樣 這麼拍檔 他們的關係 其實是有點曖昧 果欄那場 你這樣聯想 可以這樣問 你想不想他們 是 想還是不想 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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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不想的 其實就是 你想 那如果 謝霆鋒做 不要緊 如果謝霆鋒做 大家明白了 謝賢 有些逃避 波波姐 甚至乎 波波姐的家裡的背景 其實有些 我覺得這樣 每個人都會想 逃避你自己過去 一個原因就是 你會厭倦了你以前的生活 當你再次去面對自己的時候 那個歷程其實他都拍得不錯 他講得到他 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階段 因為我自己經歷都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很不想看自己過去 他有很多個可能性的 你給他意會 不過呢 以我來說 應該 就應該 不可以 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對於 波波姐 這個賽鋒 他裡面 他可能 你當那句是 Mimi Lulu 他不是證人 就算是證人 他都說 那時候 我跟他拍檔 那時候我都可以跟他一起拍 我們那個經歷 殺手 我做經歷人 跟他經歷了一百幾十幾個星期之後 最想到要分手 為什麼呢 就因為 我已經 多方表示你沒有反應 那時候 我告訴你 我不是只有你一個選的 這個就會像這些 你會看到我們 港式裡面說的愛情故事 男人有真情 又有負義 這個誰都說 我們第三節說 林雪的時候 但是女人都說 我是有得選的 你說可以叫港媽 港女 那時候 一個選擇 就是 在香港 女孩子 很早已經獨立 自由 很多 而且如果她 會當家 她自己 整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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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部電影不是那麼容易表現出來 但它有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可以一打開 很棒 找到很棒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Bubo姐這部電影是挺好的 就是有很多我們在香港看過的經典戲的故事 這個可以做一個歸留 還有包括你剛才說的第一節說的 你說什麼話? 說Bubo唱歌不行? 不是我說的 不是這樣 因為Bubo對券有個情有獨鍾 你做戲也不要這樣唱 就算你做完之後做戲 你都一定要有一個好的把握 你這個意見可以說給導演、監製聽 這樣就更加完善了 你可以這樣說 給Bubo姐再唱一個正式的錄音牌 因為你出兩次 有時候電影裡面的細節 還有你引發你看的那個興趣 這些討論是最好的 你會看到好像說你不好 其實是一種建設性的 一聽完之後 你講的電影更加完善了 因為你如果說給Bubo姐 Bubo姐好啊 我們要給人家 有空 你要聽我唱的版本 行不行? 不行 因為你說的不關我事 不過我們不習慣 如果習慣 如果是最普通的問題 就是不要廉事鬥他 好 第三次完了 下一節回來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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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